德燕姐妹你們好啊,我們今天又開始這個《色經》的討論會 我們繼續講到聖經講的聖年充滿是什麼,以及怎樣追求聖年充滿 然後我們講到《詩》這個大題目,人經歷聖靈的方式 我們有幾堂都講到《以賽書》61章1到3節的 在那裏是有講到幾樣東西我們可以經歷聖靈的 現在我們去第二點,就是《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節和《馬太》十一章二十八節 請姐妹讀 《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節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節 《凡勞虎擔重膽的人,可以到我者女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好的,謝謝 這兩個經文都是人經歷聖靈最多的地方 就是《平安》、《興省》 第一個經文就是《平安》 整個人立刻平靜和輕鬆,重膽拿走 都有很多人說到這個經歷的 因為我是為人祈禱的時候,我之後都會問他 請你仍然閉上眼睛,在祈禱的時候你有什麼經歷呢? 都有很多人說到平安和重膽釋放 我亦都叫他們去留意一下心靈和身體的感受 心靈和身體 心靈就是平安、輕鬆、喜樂 身體可能感覺舒服 身體搖動、輕飄飄 這些都是身體會有的 這些我們會慢慢用經文去逐點說的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留下平安給你們》 都是很多人經歷的 所以這些經文我們最好自己記得 當我們為人祈禱之後,我們就問回他 他說很平安,我們就告訴他 耶穌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首先想去這裡識經 因為有很多人呢 他們的定義平安是什麼呢? 我想到耶穌救我 耶穌愛我 那我的心就很平安了 即是他的心態很平安 他的思想很平安 但是從這個經文 我們可以回答 到底耶穌說是否只是心境平安 只是他的心 因為我們想到耶穌救我們 去到天堂,我們可以平安 還是有講到其他東西的 大家去看一下經文 有些什麼地方顯示 不只是心理上 我們知道我們去到天堂 所以平安 還有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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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些會離開 你們心裡不要憂慎 不要憂慮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從這個經文 我們看到什麼 有些東西 是這裡所講的 不只是心理上 知道我們有的恩典 所以我們會平安 而是有一樣 好像額外加給我們的平安的 這裡寫著我將我的平安 就是耶穌的平安 賜給我們 不是我們心理上的平安 而是耶穌的平安 是的 OK 就是這裡呢 兩句說話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就是我留下一個禮物就是平安 那第二樣的禮物呢 其實都是用同樣的意思 不過他用兩句說話說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 就是加一樣東西給你 這一點我們需要去明白的就是 將一樣我們本來沒有的東西 加給我們 那我想說呢 經歷聖靈 或者是經歷聖靈充滿 和心靈裡面 因為有耶穌而平安 是有分別的 經歷聖靈呢 就好像有一樣外來的 平安或者力量進入我們裡面 就是有一樣外來的 或者是外來的愛 好像我在1998年 溫卡羅為我按手的時候 很強烈的能力和愛 進入我裡面 是一種外加的能力 是可以感受到的 英文用的字呢就是 Tang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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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很簡單 有些人親近神 他很明顯有一個 一種平安進入他裡面的 就是在他未曾親近神之前 和之後是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別 就是感受到神的平安進入 這個就是在經歷聖靈的人 很多時候會講到 就是神的平安 神的喜樂 神的愛 湧入來 進入我們的心中 就是從這個經文 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 和聖靈 將神的愛 囂灌在我們心裡面 都是去支持這件事 就是說 是有一種外家的經歷 進入我們的裡面 大家能不能拿到這個分別 就是說 不只是說 我相信耶穌 所以我就很平安了 而是 是真的有一種外家的平安 進入我們裡面 大家明白這一點的分別 就是說 我們相信耶穌 所以我們心中平安 你可以回應的 因為我想你們 就是我想知道你們 明白這一點 因為這一點 是有些人是 就是沒有這個觀念的 在我們經歷聖靈的時候 是可以有一些外來的經歷 進入我們裡面 又好像另外有經文之詞 就是我們將來都會講的 就是那些人會摸耶穌 因為有能力 從他身上出來 治好他們 是感覺到能力的 就是他們感覺到能力 進入他裡面 這個就是 經歷聖靈 很明顯有一件事 外家進入去裡面 首先 就是我想了解你們 明明這個觀念 就是說 是一個外來的經歷 是一件事好像忽然間進入我們裡面 不是只是說 就是信耶穌就會 普遍會平安 而是有一個平安的經歷 進入我們裡面 你可以回答 因為我想肯定你們明白 或者有人不明白的可以出聲 我想分享 我有一次 就是我醒了 我有一次為人祈禱的事 那我就按手下去祈禱 然後祈禱完之後呢 那我就按大眼了 那個姊妹呢 就沒有按大眼了 然後之後 她就遲了一陣子才按大眼 然後她就說 啊很平安啊 她說 我很享受 很享受 很享受 那種平安啊 那樣 那樣 她這個feedback 我就覺得 是 不是她 自己 聽完之後 覺得很 就是心靈上 因為如果是 她應該跟我即時抹大眼 但是她是停留了多一陣子的 嗯 在裡面 那這個 是不是 耶穌的平安 進入了在裡面呢 是啊 我所說 就是一個 好像外家的經歷 一個呢 是 突然的經歷 一個突然 是可經歷 可感受的經歷 不是說一種 好像長期的 活在平安那種狀態 那種的平安 而是 耶穌把平安賜給我們 在那一陣子 去經歷 又好像聖靈 將神的愛囂灌 在我們心裡面 那種經歷 嗯 明白 麻煩 OK 好 所以 我們在親近神的時候 都可以留意的 可以留意呢 心中有沒有覺得 忽然間安靜下來 覺得呢 一種平安進入 一種舒服進入 一種能力 那這些都是 啊 很多人經歷的 也是我自己經歷的 是 好像有些能力進入來的 或者是 喜樂 湧出來的 那這個呢 就是一種 外加的力量 就是從聖靈而來的 是即時呢 是我們可以 經歷到的 的經歷 那如果我總括了 就是說呢 這些經歷的特色呢 就是 是外加的 是 突然發生的 是可感受的 就是這三點 是外加 就是神所加給我們的 是突然間發生的 就是一下子發生的 還有呢 是個人是可以 經歷到 感受到的 所以我們大家呢 就去留意 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投入 那譬如大家有些 經歷到身體搖動 你越投入的時候 你發覺那個力量越大的 那你就知道 神的能力在我們身上加強 神在加強著 他的工作在我們身上 他將平安 你可以想像呢 就是好像 將一件事 加入我們裡面 神的聖靈 也都可以這樣說呢 聖靈是帶著平安喜樂的 當聖靈更充滿 我們過都有聖靈 不過聖靈充滿 就好像一杯水 一杯水可以是小水 一杯多水 那我們 一個經歷過聖靈充滿的人呢 他那個聖靈的同在的程度 是會保持一個程度 但是當他投入其道 是會加強的 當他加強的時候 因為聖靈本身 是有平安喜樂 愛啊 能力啊 那所以當他 聖靈的臨在加強 他就會忽然間 經歷到一種 加強的平安 喜樂 愛 或者是能力 好嗎 大家有沒有問題 關於這方面 可以幫助我們呢 我們自己留意 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留意呢 怎麼樣 是經歷到神更多 而且不是一個人經歷 是很多人經歷 我們明顯知道 不是邪靈 因為呢 很明顯是更新我們生命的 叫我們更加悔改信主 更加愛耶穌 所以這個呢 我們知道 就是說 原來 經歷聖靈 是好像 一個外加聖靈 加強 他的同在 在我們的心中 在我們生命裡面做功 平安呢 就 在 希臘文就是 Irene 希伯萊文就是 Shalom 那就是 那個意思呢 就是 不單止是心裡平靜 是整個人的 完整 Completeness 就是整個人在神裡面 變得完整 也都當然包括心境的平安 整個人是覺得好像完整無缺 就是好像整個人都很 是越來越完整 越來越 趨向完美 就是整個人的生命很飽足 就是整個人是飽足的 是滿有神的恩典的 我們感謝神 就是說神是可經歷的 他可以叫親近他的人 常常活在平安 起落 力量之中 但是有些人呢 因為他的心注目在問題 就是人的問題 人的不好 所以他們就失去了這種平安 那 有時候我們真的可以看到 有些基督徒會很容易發猛症 很容易 很容易罵人 很容易煩惱 會有低沉 就是因為他注目了在這個世界上 如果我們注目在神 我們個個基督徒都可以持續有這個平安的 就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我們都學習 時時留在這個同在之中 我自己曾經 當然我為人祈禱有很多的經歷 有時候那些人的說話 讓我知道他們經歷了什麼 其中有一次就是這樣的 我就在崇拜之前 那一次的崇拜不是我帶領敬拜的那時候 我就見到其中兩個教友 他們都是已經經歷過聖靈了 但是他們有很多經歷過 又不是很保持的 雖然我經常都教導 你多些祈禱 你站在那裡放鬆的人 你感受到聖靈的搖動 你越投入 你會經歷到神的平安喜樂 就是我都多次跟他們講的 我都跟你們講 你留意到聖靈那個臨在 就是越投入的越強力的 但是他們不是個個都保持到 那我跟他們兩個祈禱 祈禱之後 跟著那天崇拜之後 那其中一個人 後來他現在是做了宣教士的 他跟我說 哇 你跟我祈禱 我敬拜是很投入 很專注 非常之得力 就是那個敬拜很不同 那這個就是因為神的同在加強 幫助我們在敬拜去親近神 思想神的話語的時候 都能夠得力得到平安喜樂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是知道我們是活在兩個世界裡面 一個是神的世界 一個是這個世俗的世界 世俗的世界是叫人累的 叫人灰心的 但是神的世界是叫我們有力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經常都說 哇 我們可以活在平安 興省喜樂之中 而聖靈是可以即時 將這種平安放在我心中的 我們有煩惱的習慣 即時親近神去得到這個平安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或者回應? 沒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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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我們 今天我們就到這裡了 所以我們下次才看 看十一章二十八節 因為我們都用了相當的時間 去講到這一節的經文 那大家都想回 你可以take note 寫下這三點 那就是說 聖靈的臨在 我們那經歷的可以是外加 第二就是 第二就是 突然發生的 第三呢 是可感受到的 tangible的 那幫助我們 去留意到聖靈的同在 我們現在一起站起來 投入放鬆個人 很想神更大祝福我們 渴慕神 也都很想給神使用 因為走神的路是最好的 我們要明白 第一點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活在兩個世界 一個是熟靈的世界 一個是世俗的世界 我們活在熟靈的世界 在神的同在 我們整個人會得力得福 神的計劃在我們身上成全 那我們越走這條路 越投入走這條路 福氣就越大 恩典越大 提升越高 那所以我希望大家都 常常專注在 進入神更強烈的同在 進入神更大的祝福 那這個觀念也是 有很多人是沒有的 強烈的同在 就是神強烈的同在 神是無所不在的 但是當人親近神 尤其集體祈禱的時候 是會有強烈的同在 我們不單止追求神的同在 追求神的同在 追求神強烈的同在 當然越是投入討告 越是親近神 神的同在是會越加強的 那在這一陣子 我們都 求主幫我們 個個都投入 個個都去愛慕神 並且求神 赦免了一切的罪 因為罪是 將我們和神隔開的 信靠耶穌的救恩 信靠耶穌的祝福 一路愛慕神 感激神 讓神的同在加強在我們身上 好 我們可以站起來放鬆的人 享受神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神你是最美善的 神是最美好的 神有豐盛的恩典慈愛 你的平安是可以臨到我們身上 不是世人能夠給我們的 你所給我們的平安 世人不能夠賜給我們 所以我們不需要擔心 不需要憂慮 因為你是會 拿走我們的煩惱 擔心憂慮 你會處理我們的問題 我們幾困難都好 神你都會開路的 我們感謝你 感謝讚美你 感謝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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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我想唱一首英文歌 My peace I give to you 這時候想像耶穌跟你說 耶穌我將我平安賜給你 My peace I give unto you is a peace that the world cannot give is a peace that the world cannot understand and peace to know peace to live my peace I give unto you 多謝天父 神你能夠將平安賜給我們 叫我們不用擔心 不用憂慮 我們無論幾大困難 神都知道了 神一定有出路 神會幫助到我們 在一切困難中都能夠得力 我們可以在神裡面 平穩安靜 保障斷過奶的孩子 在母親的懷中 享受神 在母親的懷中 挨在母親那裡 我們就挨在神那裡 我們的心 平穩安靜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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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心平均安静 保障断过来的世纪 在他母亲的怀众 我的心平均安静 多谢天父 当我们真心悔改认罪 信靠耶稣做救主 我们知道我们肯定可以去到天堂 我们可以肯定得救 这个是第一种平安 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 你会拿走我们的烦恼 你会进入我们的心中 将平安放在我们的心中 这个是一个可经历的平安 我们都可以经历更强的平安 能够即时烦恼重担 即时离开 即时经历到神的同在 好像在天堂一样这么轻松的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神你真好 求主的灵 销灌在我们身上 充满我们 更新我们 改变我们 让我们从你得力 让我们满有神的同在 满有神的祝福 让我们进入神强烈的同在 并且保持在神强烈的同在 神就会带领我们 教导我们 施力给我们 带领我们 如何去服侍你 如何去生活 让我们得力 让我们能够祝福周围的人 主要帮助我们 时时活在你的爱中 在你的爱中享受你 在你的爱中得力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荣耀重赞归给天父 多谢耶稣 有你真好 哈哈哈哈 有耶稣真好 有耶稣我们万事足 我们一起呼叫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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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耶稣真好 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平安兴散 完全没有烦恼 没有重赞 我们可以活在神的平安之中 可以好像在天堂一样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多谢耶稣 哈利路亚 哈哈哈哈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荣耀重赞归给天父 感谢你 你真是充满慈爱恩典的 感谢耶稣 来到奉主耶稣 圣明 阿们 我也想分享一下一个 我唯一一个人祈祷他的经历 很特别的 那时候呢 我是有一个 就是他们的中派的一个 一个传统中派的一个聚会 那我去参加了 那个中派是抗拒四年充满的 但是他有不同的地方 那个地方很大的 就是有不同的地方 那我见到一个 不是我的教友 是他们的中派的教友 是懂得的 那我就跟他说 我跟你祈祷 我是真的很大胆的 我四位去为人 按手祈祷 那些 就是在传统教会 有时候有些人是会很抗拒的 那他就愿意 那么就 我跟他祈祷 祈祷他说句话真的很特别 他说 咦你还在这儿的 我说我一直跟你祈祷 你以为我去哪里 他说我好像去了另一个地方 那样的 就直接在其他地方是很平安很舒服 是完全不是这个地方 不是这个世界来的 就好像觉得 好像我已经不在他旁边了 就是可以祈祷去到这样的状态 就是神的动作是很特别的 人真的可以经历 神是很多 很多层次 因为我又很放胆 我又既然都会问人的 就是为什么呢 问人我其实主要是为了他的 让他知道可以经历圣灵 还有怎么保持 就是很重要 原来可以经历到这样的 以后他就会 欣赏神了 欢喜神了 然后呢 他以后其他都尝试 进入回这个状态 那这个就是一个 高度的状态 当人投入 就是很放投入 去祷告的时候 是他可以逐步进入 更强烈的同在的 OK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